讀房东事件越脸越烈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的焦点都在于 房祖民他供出了120人 不过说到房祖民啊 你看他看起来好像乖乖的 结果背地里啊 怎么有其父必有其子呢 养子不叫父之过 这件事情套在陈龙身上 是最适合的 但是有人就说到 房祖民其实是个夜店导航王 甚至他是女明星的集邮男哦 这个冲号是姓徐时报 在2012年报道的 说他是房祖民夜店导航王 导航我们知道嘛 车子上面不是有导航机吗 是啊 对 但是他是导航我们地图 那他是导航夜店 好了 那我们晓得房祖民 所以你意思说他跟夜店很熟咯 他应该不是跟夜店很熟 是很熟怎么去夜店 夜店玩什么 比方说他就带柯震东去香港 兰桂房 你刚才有去过吧 没去过 没去过 那也许要导航一下 那跟王力宏就去北京 因为我们知道房祖民 现在也在北京落脚生根了嘛 对不对 那来台湾就跟黄历程 等一下我会一一的 来揭开房祖民的 极乐夜店地图 那我先讲呢 其实房祖民呢 他对这个夜店这么有研究 这不是我们龙卷风说了算 他曾经在康熙来了这个节目 他就讲到啊 他除了对北京 台北 香港 等这一些 我们讲的中国大陆的地盘 他吱吱盛祥之外呢 其实日本 韩国 台湾 他也都很熟哦 这就是当时录影的画面 戴着黑框眼镜 穿着白T恤嘛 所以还不止两岸三地啊 他包含连日韩他都熟哦 那这样子的话 几乎等于我看 除了东南亚没讲到之外 几乎全部亚洲 大概都被他给 这个南瓜啦 那看来他导航王里面 我的最爱可是 设定了一大堆啊 那夜店除了酒之外 你还会想到什么 美女 所以他自己在节目中也讲啊 他说这个出道十年呢 起码呢 就是媒体就讲了 说跟十四个女明星有过绯闻 而且我刚才讲那十四个是大明星哦 那我还没有讲到 B咖 西咖 小摩等等 这些 所以又有人给他一个封号了 叫女明星的极油男 好 那现在我现在开始来揭秘 极乐夜店地图哦 第一个来讲台湾的部分 房主民到台湾刚刚讲到 他跟这个马吉兄弟 黄历成大哥很熟嘛 是不是 所以呢 黄历成还有黄历行兄弟俩 我们都晓得他在台北东区 有投资一家夜店叫做primo 那所以呢 因为熟 那当然也就会去夜店光顾 说媒体常常在那边守租带渡 来捕捉房主民的私生活 会堵到 会碰到 你是要堵到频率多高吗 多到 一周两到三次啊 只要他在台湾的话 一周两到三次就在那里面 那当然嘛 他说真的去那边跟好朋友聚聚 再也没什么 但是媒体呢 就说有时候会拍到 他可能会带这些漂亮的女孩子 离开 回家 那接下来呢 大概就是可能也许 大家可以触膝长谈啊 对不对聊聊天啊 是不是等等啊 此外呢 王妃兆威 以前在北京 常去一家叫做Coco Banana 这是在全中国大陆一个非常有名的夜店集团哦 开在北京看工人体育场旁边 那现在这一家 房主民龙太子也爱去 那爱去我刚才讲他是龙太子嘛 对 龙太子要什么 要有行宫 所以Coco Banana里头有个VIP 就是他的行宫 你说里面还有个VIP行宫哦 请问行宫你能去吗 一般人能去吗 那当然不可能啊 这个VIP常常就是只要房主民说我要来 那一定不开放任何人可以定位 只为龙太子准备 还有啊房主民有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他很好客也很爱交朋友 他也很能够了解朋友的习性 比方说今天如果呢 比方说立刚是属于比较爱喝的 我就会带你去能够喝的比较多选择的夜店 那如果说呢 比方说寒冰 他是比较喜欢有呼朋饮伴的 那我就会带他去异性朋友比较多的夜店 你看看还会针对朋友不同的习性个性 来做不同的选择 你说房主民是不是很贴心啊 也正因为他贴心啊 所以啊 他几乎是遗传了他父亲成龙的男儿本色啊 《楚天都市报》这个报道曾经就提过 说成龙的儿子房主民 他最传的女孩子从来没失败过 胜率百分之百 怎么说呢 这么厉害啊 刚刚不是讲到14个女明星是大明星吗 是 14个立刚我们十只手指头伸出来 不是数不完吗 对不对 再来哦 他还有一个非常谨慎的地方 就是他如果想要追某个女孩子 某个女明星 他还会先拿着这个女孩子的资料 去跟他的朋友打听 这是不是你女朋友 这是不是你现在ing进行事 如果是我就不碰 以免到说兄弟反目成仇 你说够不够义气啊 还有他为什么喜欢带着柯震东 因为柯震东很帅嘛 柯震东常常会有飞扑妹靠近 那这时候跟柯震东一起去夜店 他自然就可以感受到那种 飞扑妹围过来的气氛 所以刚刚讲到的女明星 极油男加上夜店把妹 从房主名身上都看得到 我最后想讲一件事情 你说这些事情 成龙管不管 成龙怎么管 他自己就是不良事犯 林凤娇管不管 他又怎么管 他连他老公都管不好 他怎么管好房主名呢 所以现在也因为这样子 龙太子在这些深色场所 流连忘返 最后也在里头 找到了一个大麻烦 龙太子啊 喜欢在这种场所里面 流连忘返 为什么 是家庭里面没有温暖吗 他父亲当然不能管 自己父亲其实 本身的这个 没有以身作则 但是说到成龙对儿子 其实非常严厉 据传说 之前成龙曾经一火大 把儿子飞踢五公尺 真的吗 传说就是 8月14号 那个房主名关进去之后 那成龙后来一听到这个消息 他利用秘密的管道 想办法就已经进去看了房主名了 但一见房主名 成龙那个火气整个都上来 因为你知道他最讨厌人家吸毒的啊 所以他看到房主名 传说中 他非常非常火大 你知道他是有功夫底子的 使出他的看家本里 就开始狂揍猛K一顿了 打儿子啊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周刊讲的 你看这周刊 就打到 听说把他打到 凌空飞骑五公尺啊 吓死人了 一成龙才三公尺 飞到五公尺那不得了 这个周刊讲得好 那起不就跟电影当中 成龙在演的戏一样 是啊 他把那个你看 那一个人马上飞出去五公尺 飞踢五公尺 你看这个周刊讲得好像 他们就在现场亲眼目睹一样 但是真的有这种可能性吗 然后马上引起网友疯狂讨论 第一个就好像你刚刚讲 劳房市有那么高 这个劳房市楼中楼吗 一提飞五公尺 你要不要打你去啊 对啊 然后第二个 有网友就 有网友就比较开始 是当认真魔人 就开始计算 我们算房主民七十公斤好不好 然后再假设他提真一脚 需要零点六秒的时间 零点六秒 那七十公斤 然后飞五公尺 那表示房主民在当时 瞬间承受的力量 至少大于三百五十公斤以上 你一个人如果瞬间 被三百五十公斤打到 哇 不得了耶 房主民你没事吧 你还活着吗 你确定他现在在这间里面 你确定他还在人世吗 我们是不是要上天堂去看他 所以这基本上 听起来就蛮荒谬 那当然这都有一些揣测 可是实际上呢 8月21号 其实有媒体拍到 那个成龙在那个北京的一个地方 跟人家聚会 跟他的朋友聚会 你看他当时愁容满面 是 而且其实观察出来 他脸上已经有点消瘦了 可以表示他的心情非常无阻 然后他也对外 他儿子的事情非常担忧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看那个脸颊都已经变尖了 整个都皱起来了 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他真的会 从继续把房主民海K一顿吗 其实我觉得不至于吧 虽然我相信他心里头一定很气啦 但是可能是香港媒体的一个传闻嘛 我觉得这个单纯就是一个传闻 因为不管在物理上或道理上 都不太可能出现的东西 但是呢 为什么人家会这样揣测 其实是有道理 因为你知道成龙自己 他本身从小说到 你知道在剧团里头 他本来就是那种打骂型的教育 那他自己也讲过 他爱之真责之切 所以他对儿子的管教方式就是打 他认为说教儿子就是要打 那只是要适度的打 不能太用力 那你知道吗 他曾经打过他儿子 但是他只有打过一次 是那时候房主民才两三岁的时候 他一次气到 因为房主民不听话 他直接一把就把 两三岁的小孩一把抓起来 丢到沙巴上 丢四五公尺远 那小孩就直接丢出去了 原来成龙脾气这么大 对 我跟你讲丢了之后 甚至他又把小孩子抓起来 然后抵在墙上 那林凤就要看到他 他也吓死啊 他说拜托拜托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那你知道就叫那房主民 赶快跟爸爸道歉 可是房主民那时候 小孩子脾气又硬 就死都不肯道歉 那最后成龙下不了台 只要怕手一放 算了算了 然后他自己也想 我干嘛那么冲动 我干嘛做这种事情 那实际上在2013年 就去年去年12月22号 那时候新警察故事2013 他那时候还讲了一句名言 能不能申请打儿子不犯法 我憋了很久 你一直说在2013年 他就很想扁他儿子了 所以这个当然 这个房主民其实在成龙的心中 这个儿子不乖啊 是 但是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是让大家揣测 他可能会狠揍他一顿 因为第一个 成龙自己本身就是反毒大使 是 你真是让我落差嘛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你要知道 反毒 就是不吸毒 是成龙家三代的族训 从他父亲开始到他 一直要传给他儿子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他父母 就是他父亲在当海关警察的时候 他妈妈那时候因为生活很苦 他自己一个妇人 带两个小孩子 结果在孕毒 来养活小孩 就孕毒了 孕到一半 因为他父亲是海关警察 当场抓到他妈妈 然后警告他 你不可以再犯 那他父母是因为这样结事而相恋 所以他们家的主训 就是绝对不能碰毒 就现在你这个孙子 居然去碰毒了 你说成龙 当然非常的心痛 成龙心痛 但是我们说到成龙的成长过程啊 可以注意到一些事情 刚刚谢韩斌有提到 他的父亲是军统局的特务 他的妈妈居然是个毒贩 他们在生下了成龙之后呢 最后他的父母亲留给成龙三句话 但是这三句话成龙他做到了 但是房主名却没做到 其实成龙的这个家世啊 其实非常非常传奇的 他的父亲叫做陈志平 其实本名是叫做房道龙 那为什么名字改来改去 这是他父亲 对 这个是他母亲 母亲 这个成龙了 母亲叫做陈莉莉 那为什么父亲名字 因为他姓陈 原名又姓王 这中间就 房变陈了呢 这中间就有很大的故事了 其实早年 他的父亲呢 是从南京 后来呢 加入国民党 后来呢 成为军统局的议员 也就是做情报工作的 好 那刚刚韩斌其实已经提到过了 他的父母的认识 是非常非常传奇的 因为这个 他的妈妈叫陈莉莉 叫莉姐 当年呢 他是一个运毒的耶 一个是毒贩 对 另外一个居然是在军统局 对 好奇怪的组合 那这样子的话 岂不是变成军统局跟毒贩两个 对 怎么会结合呢 他的认识是非常非常传奇的 也就是 其实后来这个 陈爸爸 他是到海关在做事情的时候 有一天 海关的时候 这个陈莉莉 莉姐 他来了 他那天打扮得非常非常奇怪 怀里抱个小孩 手上又拉了一个 哎呀 这个妇人真是辛苦 头上还带了一堆兰花 最重要是手上勾了一栏东西 其实以这个陈龙爸爸他的经验 做海关的人一看 这个女生有问题 这个妇人有问题 所以你说小孩子是个伪装用的 手上提这东西才是重点 他们做这个海关的非常非常精 你要干嘛 其实很清楚 手上内栏东西 其实就是鸦片 但是房爸爸让他过关了 过关之后 他偷偷把他叫到旁边讲一句话说 下次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 就说你不要再运毒了 也就是说陈龙爸爸 他因为看在这个陈龙的妈妈 当时还带了两个小孩 手上抱一个 抱一个 这里又牵一个 很辛苦 他知道这个妇人生活困难 这个运毒也是没有办法的 跟他讲说 以后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 可是呢 过了关之后 这个莉姐 当场泪流满面 哭了 他就看到陈爸爸 他就想说 这两个人 欣欣相惜 后来谈起恋爱 然后呢 一个是抓毒的 一个是贩毒的 居然两个谈起恋爱了 两个人变成一个重组家庭 为什么 其实我刚刚讲 这个莉姐 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两个小孩 两个女儿 房爸爸 房先生 他其实有两个儿子 可是在那战乱时期 生活困苦 真的是困苦啊 重组家庭之后 陈龙就出生了 他们其实 后来他们 房爸爸 跟这个莉姐讲说 因为不是说 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吗 他就把他安排到 这个香港 那个 住美国的领事馆里面 去做清洁工 他宁可做清洁工 也不要他这个太太 再去做碰毒品的工作了 可是呢 毒品赚得多 但是 绝对不能做 他们夫妻两个人 因为后来就到澳洲去工作 因为工作的关系派走了 但是陈龙那时候 其实还小 他们把他送到 那个工夫的 所谓的班子里面去 洗班子里面 所以陈龙去学武功 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他从小到西班子长大 原来是父母亲到了澳洲去 是 到澳洲去 那父母呢 临行的时候 跟陈龙讲说 这个告诉你 我们家 其实只有三件事 你一定务必要遵守 绝对不能吸毒 所以在登记一口的时候 跟陈龙讲这三件重要事情 爸爸跟妈妈 就在那最后两父子之间 要离别的时候 跟陈龙讲了这三件事 你要记得 陈龙 第一 不要吸毒 记住了 第二 不要赌博 记住了 第三 你不要加入黑社会 你记住了 这三件事情 就像那个岳母 刺金钟一样 就深深的刺在 陈龙的心里 脑里 所以陈龙那时候 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他就深刻的 印象的记忆在自己心中了 后来陈龙长大了 陈龙成名了 父母亲 后来其实 回来之后 陈龙对这个父母 是非常非常孝顺的 尤其这个妈妈 丽姐后来 年纪大了之后 其实陈龙 买了很多很多东西 给丽姐 丽姐通通不要 通通藏起来 甚至丽姐的房间 全部是陈龙的 剧照照片 每天藏起来之后 丽姐就先 对陈龙的照片 亲吻一下 甚至丽姐还跪在地上 开始祈祷 祈祷我的儿子 工作顺利 非常非常平安 那陈龙有讲 其实在这段期间 他以他的辈分 他到哪里 很多人说 陈龙你吸一口 陈龙来一针 陈龙说 就是有诱惑给他 当然有啊 诱惑非常非常 每一年 每一天都有诱惑 陈龙想说 刚刚讲那三件事情 跑上来了 不能吸毒 不能赌博 不能加入黑社会 爸爸讲的对不对 爸妈讲的对不对 我记住了 我不要 我真的不要 可是当下会 心里很难过 因为朋友会笑他 没用的东西 你是不是男人 吸一口会怎么样 打医生会怎么样 哎呀 他觉得说 我真的没用 真的没用 可是他终究 那个妈妈跟爸爸 那个像真一样 刺在他心里的 那个三句话 不能赌博 不能吸毒 不能加入黑社会 一下就涌上来 他就真的没错 他说他如果 当时去碰了一下 他现在只有两个下场 不是呢 关在牢里 就是横死在街头 很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陈龙 牢牢记住了 家里的家训 这个家训呢 他传给了房主名 传给他的 也磕在他的心上了 可是他没有做到 如今闯下了滔天大祸了 陈龙当时他的父亲 给了他三个家训 但是却少了两个 一个是不要乱交女朋友 另外一个就是 不要酗酒 不过他把这三个家训 传给了房主名 房主名 你做到了吗 你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到 但说到这龙太子的 上亿豪宅 在这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其实这个地方 可是一个血剑之地 因为在当年的时候 共产党 行求国民党的特务的拘留所 就在这个豪宅的地理位置上 是否这个地理位置 是一个困隆风水之地呢 没错 就在龙太子 这个房主名吸毒被逮之后 也意外让成龙这栋 位于北京的这个 Naga上院豪宅 8亿元新台币的价值 意外曝了光 大家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是成龙送给 房主名28岁的生日礼物 整个你看370瓶的豪宅 8亿多元新台币 然后内装非常的豪华 奢华了 还不是豪华了 有人形容像超豪华 也是奢华的这个 五星级的这个大饭店 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媒体面前 也被曝光了 变成明星豪宅的一个这个变毒窟 你知道吗 这栋房子在满清末年的时候 是谁的房子吗 谁的 是当年清朝的这个思想家 康有为的故居 这个地底位置原来是 康有为的故居的位置 后来满清被推翻之后 变了民国 民国时期的时候 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初期 一度变成了这个 北平内山区的这个警察局 还有拘留所 很多的死刑犯死囚 几乎都在这边被绑腹刑场 去执行枪决了 所以后来这个地方 据说就甚至变成死囚 在这个拷问审讯 然后刑求了他的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以至于后来在1949年之后 中共建政之后 很多的当时的国民党 国民政府的特务 几乎都在这边变成解放军 刑求这些国民党情报人员的 这个主要的刑求场所 所以你看看这个地方 现在变成Naga上院豪宅 很多如果熟悉风水的地理来说 在当地会不会觉得说 有一些忌讳 可是你这么一讲 这个地理风水 其实并不好 对 所以这样看起来说 这个地方因为防住民 跟柯震东防冬案 吸毒声明大噪 那有些人会觉得 会讲 也许他们吸毒被逮 或许是冥冥中自有注定 但是也有些人 知道我刚讲的这个内情之后 知道他过去的这个 过去的这个历史 也会觉得说 或许是这里的 是不是风水真的不好 那事实上 成龙的豪宅 又何止这个Naga上院 北京这一栋豪宅 他的身价98亿元新台币 将近100亿元 在全世界各地爬爬灶 今年往来 全球各地拍戏拍片 或者是 从事他的这个演艺事业 那他的豪宅 也在全球各地 买了不少 所以成龙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豪宅 他最自豪的 成龙自己 就是在他这个潜水湾 背山 面海 当时还被很多香港的 这个风水地理师 形容是龙脉之地 成龙多得意洋洋 成龙拥有龙脉 到哪里拍片 到哪里发展 他的演艺事业 几乎房子就会 他喜欢 他自己又承认说 他休息的时候 没有拍片 没有拍广告 拍戏的时候 他的休闲活动 就是去看房子 买房子 以至于成龙跟林凤娇 那讲到林凤娇 他的老婆 更是厉害 他也是乐中 买豪宅 买房子 光是他这个林凤娇 他自己在这个香港的 他的这个豪宅 有一栋550坪 就也是被人家认为 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昂贵 结果近年来 他甚至把他这个 自产的这个手 伸向了这个台湾 这几年常常跑台湾 光是在今年 他就帮他的儿子 房主名 用陈主名的名字 在这个信义区 花了两亿四千万元新台币 那也是豪宅 对 又买下了这个豪宅 林凤娇名下在天母 也有一间豪宅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龙霸龙霸 成龙跟林凤娇夫妻 他买房子自产 其实眼光独到精准 下手快狠准 也因为这样子 一栋一栋的房子 接着买 那是不是 这个房主名 跟老爸一样 常到各地拍戏 就四处为家 每一个房子 每一个房子就 开始去住 所以变成说 把这些房子 好像当成他这个流行 流动的这个 开趴的这个地方 流动的一种毒窟 那讲到成龙买房子 那他 我们之前也讲到 他有很丰富的情史 但是 这个房主名的情史 比老爸更丰富 房主名还比老爸 有过之 对 而且之前2011年 大家看到这个触控 是跟他闹过绯闻的 这个大员 就曾经讲 他当时去湘江 跟中国大陆游玩的时候 他公开讲 房主名就曾经带着他 去参观过香港 跟这个北京的豪宅 而熟知内勤 内幕知道一些状况的 这个香港媒体的狗仔 也透露 他说其实房主名 就因为他到哪里 都不愁住 对不对 成龙一栋房子 一栋房子 到处都是屋 到处都是这个 所以也变成 房主名他很喜欢 可以当独窟了 这是后来出事之后 大家才发现 他把豪宅变独窟 那在过去 他把到处 他等于有成龙 一栋一栋房子 当行工一样 他把这些房子 他每次取完去月店 但月店认识的女孩子 觉得还不错 就会带这些女生回家 就直接回豪宅过夜 所以才会有香港媒体 这样一个狗仔 这样的一个形容 所以其实 你看到现在 房主名在北京 拉嘎上面的豪宅 警方不是把监视器 影像带回去 是 没错 房主名的好朋友 人人自为 他们担心了吗 那大家现在 最关心的是 房主名的另外一个好朋友 这个陈柏林 可是呢 陈柏林的这个好朋友 兼经纪人张力 今天就跳出来讲 他说陈柏林是杰森之爱 不会去碰毒品的 但是 房主名这八年 吸毒八年的事情 张力也坦白说 陈柏林事前 早就已经知道 房主名有吸毒 但是不知道 柯震东也有 然后后来记者就关心 说那最近 因为大家知道说 豪宅前面影像 被拿回去看 去看会不会有谁进出 那记者就会关心 那最近陈柏林有没有去 你知道张力 把这样子强烈的博士说 这半年绝对没有去过 因为他这半年 马上现在否认了 忙着在拍电影 根本没有时间去 但是网友大家很好奇 为什么你的经纪人 这个好朋友张力 独独强调最近这半年 是不是这话里面 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我们注意现在 房主名抖出了120个人 这120个人 心里面可能真的是 冰到了冰点以下 但是冷到冰点的地方 在哪里呢 喜马拉雅山 这个山区的部分 高山的冰川 可是冷到极致 而且这个地点 刚好在中国印度 跟巴基斯坦的交界之处 可是我们注意 这地方 现在发现了一个阿冰哥 这个阿冰哥 可是在那冰川底下 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而这个冰川下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而这个人 18年之后 出来了之后呢 他居然还跟当初 完好如初呢 18年前立纲 那就要推到1996年 12月开始讲起 这个呢 属于印度的阿冰哥 他叫做这个 普拉萨德 普拉萨德当初呢 他是在这个 奇拉琴 大家看一下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冰川看起来没什么 你放的根本就是 整个都是极栋世界啦 你讲对了 这奇拉琴冰川 已经号称是 全世界最高的 冰原战场 这已经是最高的 等一下 你怎么加了个战场梁子了 因为 中国大陆 还有印度 还有巴基斯坦 都在那边争夺啊 所以你一直说 这个地点就是一个 三个国家要争夺之地了 好 结果呢 我刚刚讲的这个 普拉萨德在那边 他突然呢 不小心有个冰川 裂缝跌下去 他就失踪了 失踪之后呢 当时印度军方找了 三天三夜找不到 最后只好发了一个 荣誉证明给他的家属 说他当时是在那边 执行的一个 对巴基斯坦的 军事行动上命 而死无见识很遗憾 那既然是死无见识 找不到 那家属是不是还会抱着 一线生机 那就18年后 就是昨天 前天啊 两天前啊 说 既然找到你刚刚讲的哦 印度警方宣布 在这个世界上 最高的战场 西亚勤冰川呢 冰封林下60度的冰川下 找到了一个 完整无缺的遗体 而且证实就是普拉萨德 好 那时候找到的时候 普拉萨德的口袋里头 还装了一封连掌 要给营掌的信 那讲到了这个 这就是当时 普拉萨德的这个遗照 好 那讲到了这个 西亚勤冰川 大家晓得吗 在那边当兵啊 非常非常苦 大家来看一下 这就是当时 他的地理位置 因为呢 他除了海拔高度 近五千五百公尺之外 之外呢 他也是 他比我们遇山还高耶 还高啊 是啊 高得多啦 那好 高就已经 冷啊 空气稀薄 吸薄 排氧量很低了 是啊 然后又冷 零下60度 那再加上 军事情事非常紧张 因为 中 八 印都在那边 那个地方啊 兵家必争之地 我告诉你 尼利刚 那边难攻 但也难守 就是你别以为 你守在那 你就占了便宜 难攻也难守 好 那光是印度 这个国家够穷了 每年在那边 就花下了 四亿四千万美金的 军事预算 而巴基斯坛 更穷还更穷 却也要花到 一亿八的预算 利刚 你晓得吗 在那边当兵啊 很多人都知道 我在这边是待不久的 为什么 你知道多久换一次兵吗 多久 三个月啊 等一下 我们一般在台湾的话 部队要移防 大概在一年到两年之内 整个部队才会做 大规模的移防 但为什么他们只待 三个月就要移防了呢 那不然你去啊 你去啊 你带利刚 你觉得三个月 移防 你觉得怎样 我连三天都不想待 不够磨练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在那边 不可能待一两年 三个月得换 因为那边太冷了 环境太恶劣了 而且我刚讲了 很多阿兵 他去那边当了之后 他回来之后 他家人都认不出你来了 等一下 才短短 三个月 为什么家人就不认得了呢 因为他瘦了二十公斤 到上面去瘦了那么多 然后他也认不出家人了 因为在那边长期 受尽高山折磨 脑袋失忆回到家 看到妈妈叫妹妹 看到哥哥叫爸爸 因为高山空气稀薄 脑袋缺氧 使得他的记忆力 开始变弱了 遗忘了许多东西了 所以很多印度的年轻人 知道自己要去那边当兵 就仿佛要牵下生死状 几乎快要像神西这个越来越接近 你的意思说到那边当兵 就等于走向地狱一般 好那我跟各位讲 曾经就有一个 这个巴基斯坦的士兵回忆 说他被派到西亚勤冰川 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说你在那边很可能 就会饿死冻死 但绝不会渴死 因为你那边随便敲一块雪 敲一块冰就可以喝了 但是你看看 大家都在那边做军事行动 那些雪还有吸水 都被火药给污染了 现在喝了水之后 竟然会肠胃炎 曾经有一位阿兵哥在那边当兵 才去三天 他就生病了 他就跟连长讲 我生病了 我给你四千块美金 你让我下山医疗好不好 连长说没办法 就第四天 这阿兵哥就死掉 死掉之后 你以为遗体是运下来吗 没有 那个同僚直接把他的遗体 怎么叫给他家属有个交代 没有啦 丢下冰悬崖下面 等一下 为什么丢到冰悬崖下了 对 所以很多人就讲 这个西亚勤冰川战场 就像是个吃人豆 去那里当兵 很容易有去无回 西亚勤冰川 在这上面的阿兵哥 他们想要存活下来 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但是你看到画面当中 他们的武器 他们的装备 在那山上面 三个国家 比的是枪打得准 比的是武器的精良吗 不是哦 因为在那上面 其实许多的武器 都是一个无用武之地呢 如果你的部队 安排的步骤 或者是一些战法 如果是错误的话 一步骤 全部错 你的部队 就会全军覆没 所以这个部队 上西亚勤冰川的话 真的是要步步为营 所谓有一句话 我们刚刚听到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这个是什么意思 当你上了西亚勤冰川之后 你就可以体会到 它是什么意思 假如说我们上了冰川 这个川运也常登山 或者去冰天雪地的这个地方 你知道我们到这个地方 一定要用冰斧 或者是冰鞋 或者是冰枣 你才能固定在冰山上面 踩着 一步一步往前走 但是你相对的 你的机动性就很差 在雪地 尤其是雪山 你不要讲什么机动性 你能保住自己的一条命 就不错 但是我刚刚讲的 冰斧 冰枣 冰鞋 这样盯住的话 你这不是让敌人知道 你的踪跡吗 你这一步一步踩下去 你这一步一步踩下去 你不是让人家知道 你的行径的动线吗 是 你这不是让敌人追着你跑 对 那怎么办 我又不能踩这个东西 又穿一般的鞋子 滑不溜丢 稍不溜丢 这样子摔到 万丈深渊摔下去 可是我问你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我不这样走过去 我那些雪地上面 本来就会留下足迹的 不可能会消失掉的 当我们印度跟巴基厂 多年来有这种雪山 雪地 冰原 尤其海拔五千四百公尺 这种西亚勤冰川的这种作业 他当然有作战经验的情况之下 直到在这个地方 你只能像这样子 纵对单线点对点 就是我才在你戴立刚后面 我后面就绑着这个江中柏 江中柏后面再绑着这个 这个寒冰 一个一个 一条线直线绑着你的腰 你说绑着走 对绑着走 然后我们间隔五公尺 你也跟着走一步 对我跟着你走 再跟着你走 这样子再跟着你走 一点一点的一线 单线直线前进 这样一个方向 从同一个方向走 对 就像我现在画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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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串着丸子一样 然后每一个间隔都要五公尺 才不会慌乱 才不会碰到雪崩 或者碰到很多的意外状况 而且会避免失足 最忌讳什么状况 什么状况 我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单点 密集的 然后全部聚成好几个点 这样密集的 这样的一个 不规则的这样前进 可是你说这样的行进 不是一般我们的部队 大部分的行军 都是这样走 但是在雪山冰园里面 你绝对不能这样走 我在冰园里面不能这样 一方面会防止你这样子 失足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方面 有时候可能一来一个雪崩 你就完蛋了 所以要这样的一个行进方式 好 除了这个作战的 这个特殊的方式之外 还有一个 你武器的选择也很重要 巴基斯坦的军人都讲 在西亚勤兵园打仗 我们在这里 还是相信 老朋友 我们就是喜欢老朋友 为什么这样讲 什么是老朋友 他们老朋友是这个 NG3的这个通用机枪 刚开始有些巴基斯坦的 是旧东西了吗 是旧东西 但是巴基斯坦的新兵 一开始上冰川作战 在西亚勤兵的时候 也搞不清 为什么要带NG3 因为他们擅长这个 平地荒原的这个作战 他们都喜欢用这个 NG4-2通用机枪 你看 你看那个NG4-2 你看他那个 像不像撕亚麻布的声音 这样撕 没有停顿下来 这样撕 我告诉你 在二战的时候 你知道吗 盟军那个美军 据说听到这个 NG4-2通用机枪 像这样撕出来的声音 好像都撕心裂胆一样 感觉他撕 好像把他们的心肝都撕掉 感觉都听到 这个NG4-2机枪声 都吓出魂祸 那巴基斯坦一开始 在西亚勤兵当作战的时候 他以为这个NG4-2 你看架座之后很稳 然后后座力虽然很强 但是很稳 这样射出去 这样没有停顿下来 那个机枪 感觉像 把印度军 吓得撕心上胆一样 但是并没有 他们觉得 当他们把NG4-2搬上去之后 他们感觉就像 两军交火的时候 火拼的时候 感觉像一只只脚 踩进了一个地狱 为什么这样 因为 他这个NG4-2这样 但是 他强烈的空气中的 震动的震波 再加上后座用力 整个这样子稳住 你在那个阵地 几乎产生雪崩 或者是产生你那个兵 你说再打上我的时候 你的阵地都会碎裂 我连机枪的声音 都可能造成雪崩的状况发生 空气中强烈的震动 所以NG3虽然老旧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他至少他们习惯 拿来做这样一个 西亚琴兵串的 这个冰原作战 冰原作战上面 究竟还有什么样的密心呢 我们休息一下 就来告诉你